一份真实震撼的扶贫报告 一场持续整年的计时蹲点 一个透析国家级扶贫攻坚的区域样的 一部直击心灵的良心之作 扶贫周期第二季 见证脱贫摘帽倒计时 欢迎回来 历时一年的大型蹲点纪录片扶贫周期 到今天已经播出两季共八集 我们的设置组蹲点的广西田东县 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在第一季当中 我们记录了当地移民搬迁 第一书季产业扶贫 教育扶贫 文化扶贫内容 第二季我们做了延伸跟踪报道 其中我们关注了最偏远 贫困程度最深的龙邦村 龙邦村今年年底前将整村搬迁 那这次大迁徙 不仅对政府后续安置是一个考验 对每一户村民家来说 也是天大的事 我们的记者将入户调查 搬迁进展 了解农户遇到哪些困难 在奔赴最偏远的长沙自然村时 设置组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危险 那么设置组能抵达目的地吗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好 进入今天的节目 2017注定是个不寻常的一年 扶贫洲际设置组 蹲点记录田东县脱贫摘帽的攻坚阶段 我们寻找到贫困成都最深的龙邦村 这里以路之崎岖之险峻闻名 趁着孩子们还没开学 我们来到龙邦村小学 校长伟长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他说这里有水有电有厕所很安全 我们兴奋地搭起了帐篷 坐进去吧 这孩子就爱睡帐篷 在北京都不用买房子了 看里面的空间是不是最大 是啊 这是我们的摄像京城 90后做摄像记者一年半 热啊 里面 热吗 热 很热 快赶紧关门 剪刀石头 砰刀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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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的归我了 这是张浩然 90后聚焦三农新来的记者 入职时间半年 看看我们三个帐篷 来 这是栏目给我们发过来的 最新帐篷 这是张浩然同学 在上大学的时候帐篷 从南宁寄过来的两个帐篷 一个40多岁的我 带着两个90后的大男孩 我的同事开始了蹲点生活 因为外边的温度非常高 今天暴是37度 那么现在正好是正午 正午的话可能大概 地表温度也在40多度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不知道这个帐篷 是不是防雨 如果下雨的话呢 我们还有坚强的后盾 这里面的学生的宿舍呀 然后还有这个教室啊 我们都可以把帐篷 搬到这个教室里来住的 我们很期待 接下来的蹲点生活 清晨 一缕阳光撒进校园 鸟语花香 清新的空气 深深的沁人心脾 我感觉现在我像个妈妈 清晨起来煮稀饭 这里没有菜市场 每天吃榨菜 正在范畴做什么菜时 一位村民给我们送来新鲜的蔬菜 我如获之宝 这个就可以搁水煮一下就可以吃是吗 嗯嗯嗯 说这里 这种吃啊 哪个东西吃啊 要把它剥掉啊 剥啊 这样啊 要把皮剥了呀 嗯嗯 来 这个啊 哦 这样啊 这样啊 天呐 要不我一会儿就这么煮上去了 谢谢你啊 谢谢 哦 谢谢快 有材料做来 早上吃南瓜叶 晚上吃南瓜 蹲点的伙食如此具有香土气 哇 我们的晚餐开饭咯 哇 有牛奶 嗯 来 清晨 来吧 快逼拍了 来 吃饭吧 干杯 干杯 哇 从这里头看上去这个菜 颜色很鲜艳 对啊 这样的生活 对于我们三个都足以刻骨铭心 这天龙邦村支部书记蓝茂东带领我们出发 要去一个最偏远贫穷 只有十六户人家的长沙屯 我很期待拍摄到那里村民生活的画面 在路上 孙之书告诉我 第一季反映龙邦村的节目播出的当晚 他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不少龙邦村在外打工的村民给他打来电话说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家乡 这些多年背景离乡的村民倍感亲戚 真的很漂亮 嗯 还没到村部 他们都打电话给我了 我说你们也真的不错啊 也很及时 看得很及时 是啊 嗯 其实他们常年都在外面 也不回来是吧 是啊 也不知道有那么穷的人啊 嗯 知道是知道 但是呢 真正的 看起来真的是 真是震撼震撼了 对对对 看起来真的是很感人 很感人的 对是 龙邦村一个瑶族聚居村 全村11个瑶族自然屯 1500多人 生活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大石山区 这里自然环境恶势 这裡自然环境恶劣 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 九分石头一分土是现实 艰苦的生存条件 让瑶族群众从没有想过 要搬出大山 扶费周即蹲点的目的 就是近距离观察 记录贫困百姓的生活状况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看见了兰绍中家的房子 兰绍中家 看兰绍中家晒玉米呢 他老婆在那晒呢 兰绍中 他哪听见啊 这个季节正是村民收获玉米的时候 村支书兰茂东说 村民家的玉米地与他们住的地方 至少有四五公里的距离 没有马匹就要靠人力扛回家 你好 自己家的玉米啊 看累的 哇 这一蛋多重啊 家里没马啊 有啊 有一个马让马驼呀 让马驼也不完 驼不完是吧 烈日当头 汗水不停地浸透了衣服 灼热的阳光 烤得皮肤红肿起来 带着盐分的汗水 滑过晒伤的皮肤 又疼又痒 村支书兰茂东看我们爬山十分吃力 就叫了三个村民跑过来帮我们搬设备 两个多小时后 一直在跟拍的摄像京城 发现了一条小溪 惊喜的样子 像个孩子 什么事情再好 不要练它 你知道吗 水再凉 不要练它 你练它 你也得走 你看我练洗 我都不洗 我还是洗洗了 哎呀 好凉啊 水真好 你下去够了 不要练了 不要练 那自然赐雨之物 走不完的路 爬不完的山 三个多小时走下来 每个人都精疲力尽 在一块玉米地 我看到一家人 正在播撒第二季玉米种子 本想采访 可体力不值 采访了一句话后 我发现自己开始眩晕 叫过来张浩然 继续采访 走了十几步 我突然双手抽搐 腿不听使唤 栽倒在玉米地里 姐别睡着啊 兵不养神就好 两个同事看我不省人 是立即跑过来 射向京城 看我手抽搐的厉害 怕我中风 掰开我的双手 不停地按摩 嘴里念念有词 朦胧中 我听到京城在说 姐 千万别睡着 不要睡着 静静地躺一会儿 休息休息就好了 聪明的张浩然 打开雨伞 人工山峰 村民们围过来 用草帽为我纳粮 孙之书兰茂洞说 再有四十分钟 就到达长沙屯了 可是那里没有村医 要找村医 也得三个小时才能到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 我慢慢恢复 坐了起来 村民们说 没有路 车进不来 大伙看我有了意识 两个村民驾着我 一点一点 走了两个小时 村之书联系了一台 拉石头的货车 我们才走出大山 在路上我感觉十分遗憾 如果我能再坚持一下 就能记录下 长沙屯的百姓 在恶劣的环境下 如何生存的画面 假如我没有醒来 我将看不到龙邦村 整村大迁徙的场景 假如我没有醒来 我不能和田东县的百姓 一起庆祝脱贫摘 胜利的那天 当我们坐上货车 开出大山那一刻 京城做了一个胜利的首饰 在我住院的时候 让这里的干部和百姓 牵肠挂肚 富兰村贫困户 李福华老人 得知我突然病倒后 深夜骑着摩托车 赶到医院看我 他带来了几颗 他家的芒果 令我十分感动 你家又不种金黄芒 那两颗在果园那里 在菜园那里 就是啊 菜园那里 那这个金屋子 哇 这个名字又拿芒果 拿起来钱多好呀 这种我都不算 这种不需要我来钱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它代表了老人的一片心意 我们无需言语 便知晓内心 老人很想了解 我的身体状况 我的同事告诉他 医生诊断说 主要是大量出汗 导致水分丧失 使体内的电解质 失去平衡 这样会引发 晕厥 抽搐 四肢不能平衡 因为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 还有钠钾等矿物质元素 李福华老人建议我 保持足够的睡眠 心情放松 注意休息 在夜色中 我看着老人 骑着摩托车 离开的背影 我的两眼湿润了 黎明的曙光洒向山河百川 山区的百姓将告别贫穷古老的家园 一座座移民新村拔地而起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扶贫的脚步 没有谁能够动摇脱贫致富的决心 脱贫攻坚并不是坦途 蹲点记录继续前行 扶贫周记第三季 将见证田东县脱贫摘帽的每一刻 我们为什么要翻越大山 去关心一群不认识的人 这是因为一份情怀 这些生活困难的人是我们的同胞 他们的贫困就是我们的痛苦 这是因为一份责任 中国人民必须共享进步 共同发展 贫困地区的发展会给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带来巨大推动力 好我们继续来看党的19大代表 风采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 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领域的专家 十年间他走过了全国121个重氧大线 研发的处勤粪污清洁生产技术模式 应用于近100个项目中 他把最美的青春年华 用在了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上 他就是党的19大代表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副所长 沈玉君 在黑龙江省双城市的这家奶牛养殖厂里 沈玉君正在和同事采集牛粪样品 这个主要是采集这个样品呢 检测一下这个牛粪的这个基础锂化性质 有机制啊 养粪啊 还有重金属这些 在我国大力推广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 触勤粪污污问题尤为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 加快推进促勤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 关系六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 是一件立国立民立长远的大好事 而沈玉君所从事的 正是这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 分污染问题 包括这个农业农村的环境问题 也是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能在这方面做点事 做一点贡献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读书期间 沈玉君一直从事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学习和研究 博士毕业后来到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继续从事这一事业 短短几年时间 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跑过了121个这两大线 养殖厂的200多个 有机飞厂也有100多个 所以采集了很多样品 出差 取样 然后在车间里做实验 几乎是他工作最初几年的全部 有一次我们去大兴取样 然后呢这个因为太臭了 乘客很不满 把我们赶了下去 所以我们没办法 然后又换了一辆公交车 然后坐两个下来 坐两个下来 最后再把样品取回来 经历过委屈和不被理解 也有过动摇 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们这实验室比较臭啊 一般人都适应不了 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这主要是做这个虚勤分辨 堆肥还有做找器 你看这边 这边就是采集过来的猪粪 然后再做这个堆肥混料 正是这份坚持与执着 成就了他今天的成绩 他和同事创新研究了 触勤分辨肥料化利用过程中 重金属钝化机理 挥发性有机物产生规律 研发了清洁生产工艺装备 及碳基肥产品 研究推广了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 或五项专利 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主持研究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课题 研究成果在海南 山东 河北 内蒙古等多个地方推广应用 2016年 他荣获农业部首批 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资助 沈玉军一方面坚持科学研究 一方面注重团队建设 永挑重担 担任研究室主任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 科研队伍由小变大 科研业务迅速增加 完成了近二十项科研项目 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在选择上呢 就把这个国家的需要 放到了第一位 能一直在第一线 在很短的时间内 跑遍了农村 取得了大量的这个基础数据 和初步的研究成果 就充分体现出 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 还有这种奉献精神 代表了这个年轻一代的 这种昂扬向上 积极进取 那么这个为事业发展 不切奋斗的这种精神 还有我们呢 当前的这个时代 就是需要这种精神 作为杰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今年他光荣当选 党的十九大代表 能够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我想这是党和组织 对我的信任 我个人感觉到 也是非常的荣幸 当然更多的是忐忑和压力 我想下一步呢 我将这个和同人们一起 踏踏实实的做好 续心养殖粪屋的科研工作 不辜负国家和党组织 对我们的培养 发挥好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 和带头作用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在我国扶贫日到来之际 2017年扶贫系列论坛在北京举行 期间举办了老区精神与脱贫攻坚论坛 贫困县大学生存官脱贫攻坚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而如何实现深度贫困残疾人的脱贫 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热点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要打赢脱贫攻坚的硬仗 必须立下愚公志感肯硬骨头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聚焦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聚焦三农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